21匹普世野马和四丰野生双风驼 6日上午在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被放归自燃 这是甘肃宾威动物研究中心第二次放归普世野马 同时也是大陆首次将野骆驼实验性放归自燃 本月3日 此次放归的普世野马和野骆驼分成三辆运输车 途经1000余公里 历时18个小时后 终于从甘肃五威到达敦煌 为了运输期间保护野马的身体不受伤害 工作人员为野马量身定做了大木箱 每次装卸都需要12个人来平稳搬运 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到箱中的野马 来到新家后 新来的21匹普世野马将在小围栏中适应环境 但由于经历了长期的运输过程 它们还是显得焦躁不安 见到有人靠近就会惊慌地躲开 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经过长途跋涉的21匹野马都有些晕彻的症状 这也是必须要在过渡性饲养围栏中适应的主要原因 相比普世野马 两只母骆驼五五和微微就显得温和多了 不到一个小时 便与这里的原住民敦敦和黄晃亲密地凑在了一起 据了解 此次放规是自2010年9月 甘肃首次试验性放规普世野马7匹后 再次从现存蓝饲养的两个小族群 54匹普世野马中精心临选出来了21匹进行放规 四封野生双风驼是首次试验性放规 普世野马是地球上目前唯一幸存的野马种群 四封野马